好,接上个视频,现在呢,我们这个小鞋子主体我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小鞋带 这个小鞋带,我这一款做的是这个球球款的 上一次我录下牛款的教程的时候 也录了这个球球鞋带的勾法 大家喜欢这一款的话,可以去前面翻一下 上面写的标题就是球球鞋带的勾法 就在前面 然后呢,这个蓝色的呢,我是上面给它直接勾的一条辫子 上面给它配的珍珠 大家喜欢哪一款都可以自己来根据喜欢来做 然后这个像这个小珍珠 小珍珠我都会给大家带的有 你想带这个小珍珠也可以 想做这个球球款的也可以 这个材料都是有的 然后呢,这个小鞋带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简单的吧 讲一下这个辫子,辫子怎么勾啊 我们就讲这个穿珍珠的这个 我们直接是留一点线头啊 这里给它留长一点 因为等一下要穿珍珠 我们这里就给它留长一点绕线 然后捏住交叉点 我们带线出来 勾辫子针 1,2,3,4,5,6,7 就这样一直勾 勾110个辫子针左右 勾好之后呢 再留这么长的线头 断线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用缝合针 把这个珍珠 先把这个鞋带给它穿上 穿上去之后才能缝合的这个珍珠 才能把这个珍珠给穿上去 不然等一下就没法把它穿在鞋子上了 这个小珍珠呢就这样 这小鞋带啊就讲到这里啊 我就按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勾 你们想要求求款的就去前面 前面找一下那个小牛 小牛鞋子的教程后面有求求鞋带的勾法 这个鞋带我就讲这么多 110个辫子针勾好之后呢 110个左右啊 我们留长一点线给它剪断 剪断把这个线给它拉出来 然后这个小袋就完成了 我们拿出我们的缝合针 拿出缝合针给它穿上线 然后以这个为例 我们找在 我们中间留两个 留两个立柱不穿 然后我就从这里开始穿 就是直接就穿外勾长针 这个就比较容易 然后 整个把这个鞋带给它穿过来 好 给它穿过来 整理一下 把这两边这个鞋带 给它整理的一样长 两边挑的一样长 绑起绑蝴蝶结架上就比较好看 然后这个小鞋子 小鞋带做好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 好 这里呢 我们弄好之后呢 拿出我们材料包里 材料包里会给大家带这种大的针珠 然后拿出 然后拿出这个细的缝合针 我材料包里是给大家配的都是这个细的缝合针 然后就是 穿这个小珠子 容易穿 容易穿 把这个针珠都是给它穿上去之后 直接在下面打死结就可以 好 直接打死结 然后给它剪断 这个小鞋带就做好了 这个是简单款的 适合新手的 如果喜欢 喜欢求这款的 就自己去前面找教程